健康一身轻 越开越年轻 大家好 我是楚军 大家好 我是你的大颜颜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抖音号随时进行互动 健康小雷达今天搜到啥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来 给你拿着 拿着吧 我知道 你刚才不是这么说的 开场不是这么说的 是吗 你注意到了吗 就你给晚了 楚哥 我这都好了 我确实前段时间经历过包卷嗓子 但是现在没事的 我觉得什么润喉糖还有手指 应该会有更多需要的人 比如说有那种咳痰 还有是性鼻涕的 肯定会遇到他们俩 上一波中刀的时候 有不少朋友跟影仔一样 都遭遇了鼻子和嗓子的一波症状 咱们先捋一捋 有水泥鼻 还有刚才的包卷嗓子 小刀打嗓子 还有咳嗽不断 或者是有痰咳不出的症状 水泥风鼻咱有救了 用我们舌头抵住我们的上额 抵它个十来秒 然后你会发现 你的鼻子痛了 我这鼻子被堵得死死的 听我的 用你的拇指放在颧骨下方 往十点钟方向推 然后再拽住你的耳朵 向外拉 真痛了 速效的一个训真方法 倒三分之一的热水 风油精 三到四滴就可以了 然后把鼻子放在上面 感冒的时候 最好是葱姜 煮了以后再加一点醋 这个效果会更好 水泥鼻 现在咱说到不光鼻子不痛气 还经常把人憋得头晕脑胀呢 就眼发昏 就别提多难受了 很多朋友想招了 这个网红的招到底管不管用呢 这个有没有实用的好招 医学上认可的能够有效的招 那我们今天请来 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院 耳鼻喉科 江飞飞一声 有请江老师 欢迎江老师 大家好 说起这个水泥封鼻孔的事 我身边有老多了 那最近的身上都是囊囊的 我还知道一位朋友 那吃饭 吃以后得投三气才行 对 要不然喘过来气 然后还有说就是 这个时候想醒鼻涕啊 结果越醒越堵越难受 感冒吧 这鼻子不同气那就有 我都知道什么感觉啊 那种感觉 但是为什么这回鼻塞这么重 水泥鼻啊 水泥封鼻子一点风不留啊 其实每年的冬季啊 都是有一波感冒的高峰 它都有这个鼻塞啊 打喷嚏流水鼻涕 还有有的人像有肺子的症状 咳说咳痰 它这一次为什么会觉得这么重呢 一个呢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有病了 所以大家都关注这个事了 所以说就对这个事的关注度这么高 很多网友就给这个起了一个名字 叫水泥鼻 实际上对于感冒来说 它就有这个症状的发生 它普通感冒也一样 它只不过可能是重症一些之后呢 它这个鼻塞的这个程度更严重了 所以它就觉得像水泥呼上了 一点就是不同 网上也有很多快速通气的这个方法 五花八门千姿百态 琳琅满目 我们先说这个啊 叫推颧骨拽耳朵方法 全是外力啊 而且抖在面部啊 我对这个事持保留胎的 那可外边使劲就能让通气了 我们互动群呢 刚才有朋友跟着这个视频测试了 就是说短暂的通了三秒的气 然后就没用了 就是亲测无效 这个实际上它没有什么效果 你看它就在外力的牵扯 实际上最多可能就这么一牵扯 把这鼻翼咔牵起来一点 像是通气了 实际上它内部没有什么改变 它基本上还是不同气了 刚才咱说这个外部疗法不行 但咱网友还有内部疗法 就把这个舌头顶住上额 然后说顶一会儿能通气了 咱就想你看鼻子不通气 躺床上伸人舌头就好了 那多好啊 不行不行啊 我刚刚测试了 你说的我就 没有 我的舌头顶上阿糖吗 我刚刚不行 晚上说我跟你讲还耽误呢 鼻子本来不通气 你现在为了舌头顶上阿糖 嘴还得闭上 更不同气了 我觉得不行 没错 说的非常对 因为你想鼻子就不同气 你再把舌头顶三下糖上 这个口呼吸的这个通道 也不太通畅了 那更不太通气了 所以环节 鼻塞咱呢就得知道 为什么会有鼻塞这个症状 鼻子里边好像有这个问题呗 就鼻黏膜肿了啥的是不 您说的对 鼻黏膜肿胀呢是一方面 我们都知道这个当有炎症的时候呢 鼻黏膜就充血肿胀 它整个鼻腔的这个腔性呢 就会变窄 另外呢我们鼻黏膜嘛 它是我们呼吸道的第一个防御 它同时还分泌一些鼻涕 我们七细的时候从鼻腔进 最大的一些颗粒物质 怎么排出体外呀 它是通过鼻腔黏膜 分泌这个液体 把这个物质包裹 然后排出体外 当病毒菌力比较多的时候呢 它包裹的颗粒呢就比较大 那么它这个流动性就比较差 它滋留在这个鼻腔内 再加上这个鼻黏膜的肿胀 那么整个这个鼻腔就是不同气 那些嘎味啊 什么鼻涕啊 给呼住了 本来就窄 然后他们还卡在那儿呢 对对 水泥风鼻 那还有最后一个网红妙招 熏鼻子 我觉得这个熏鼻子有点靠谱 咱们刚才说的为什么鼻腮 鼻涕变黏了 然后那个 那咱们熏鼻子呢 往里边给水啊 然后稀释了 就把粘在里边掺水 对不对 原来它汁儿勾的芡有点厚 我再加点水 让芡薄一点 你说这个行不行 这不就缓解了吗 分析的很有道理 我是从聊菜这个入手 分析的很有道理 很有道理 它这个通俗说呢 实际上原理跟那差不多 熏鼻呢 热正气 它一个是有热度 我们知道加热呢 可以使血液循环加快 那么它鼻粘膜 这个水肿呢 就会消散一些 另外一个呢 我们熏呢 有这个水蒸气 使我们这个鼻涕 那个粘稠度降低 它再稀释一些 那么它流速就快了 这样它就缓解这一比赛了 看来这个熏鼻法 真靠谱 电视机前 有水泥风鼻症的朋友 可以试一试 确实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呢 就是往里边加大蒜 会有加酒精 洋葱 这些刺激性的东西呢 我们不是很建议 因为这些东西呢 对于你这个鼻粘膜 它这个刺激性也太强了 还有有的人像这个 比你们比较敏感的 可能还会引起其他一些 证明像频繁打喷嚏 打没完 这还引起其他的症状 实际上它对这个环节 没有特别明显的 这个效果 还有更好的方法 这样吧 我给大家准备一个 非常常见的 还好用的方法 简单 还有效 一边热水啊 就是热水吧 对 就是普通热水 小老师 你就是不让加东西 就不加东西 还把描得这么悬 对 对 它就是一边热水 一般来说呢 这杯热水呢 我们倒出来之后呢 它会有这个水蒸气 刚烧开的时候呢 你尽量不要鼻子往上臭 有时候太烫 这有点温度 这个等候五六十度吧 对 一般来说 你要是用这种熏的 这个水蒸气的话 我们建议的也是六十度左右 六十度它有一定温度 而且还不太烫 这样你放在鼻子底下呢 你就一个有这个加温的作用 还有一个滋润度的这个作用 一说到鼻塞 过敏性鼻炎 等等鼻子上的问题 就知道要洗鼻子 这波洗鼻器早早我就买好了 这次啊 我也是水泥封鼻控 新合机洗鼻器能派上用场了 可问题来了 咋用呢 我看网上那视频教程 人家洗得可顺流了 我咋一用就呛水呢 这个啊 是我跟我鼻炎同事 借洗鼻器 不少朋友想问了 洗鼻子能不能缓解这个水泥鼻 效果和咱们刚才推荐的热水熏鼻子的比 会怎么样呢 健康义身轻 下节更精彩 大家看我这个姿势啊 慢慢地趴下 屁股翘起来 他这个实际上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不少人试了 试完之后说 那我绝错了啊 他们是怎么绝出来的呢 还有一个小方法 可以别人帮助我 扣背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义身轻 做人讲良心 诚信走天下 成立身 今年过大年 带上补肺碗 带他回家 祝老爸不咳嗽 带他回家 祝老妈不气喘 带他回家 孝敬爸妈 补肺碗 带他回家 补肺益气 止咳频传 守护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义身轻 广告之后感谢回来 这里是健康义身轻 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 微信公众号以及抖研号 随时进行互动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传递靠谱健康知识的是 咱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 耳鼻喉科 江菲菲医生 欢迎江老师 欢迎 大家好 一说到鼻塞 过敏性鼻炎 等等鼻子上的问题 就知道要洗鼻子 心河及洗鼻器 能派上用场了 可问题来了 咋用呢 我看网上那视频教程 人家洗得可顺流了 我咋一用就呛水呢 洗鼻子能不能缓解水泥鼻 然后效果跟热水熏鼻子咋样 要比它好 为啥 因为它有几点 我们一般用洗鼻器 里边用的物质 洗鼻炎一般都是森海盐 森海盐 它配出来的浓度 是属于高肾浓度 通过我们洗鼻腔的时候 形成一个高肾的环境 明显地减轻 黏膜的水肿 另外一个 当我鼻腔里冲的时候 它有个冲刷的作用 它可以把鼻腔 这些粘稠的鼻涕 可以直接冲到鼻腔外 不用通过自己的流动 这样加速了鼻涕的排除 它可以整体地缓解 鼻塞的症状 不少朋友就问 这玩意咋洗啊 别给咱洗枪 知道吗 这个是 这个在我们临床上 也有很多人担心 说洗完了 怕冲到哪些地方去了 不知道怎么洗 这个我们一般怎么冲呢 一般我们是这个盐 放里之后呢 配到500毫升的液体 我们一般建议用 40度左右的温水 烧开了 亮到40度 而不能用热水器里 40度 正常来说 我们最好的实际上 是用灭菌锁 拿那个热水 把那面菌水 搁里边热一下 然后倒里这500毫升 我们在洗的时候呢 一般是前倾位 放到一侧鼻孔 我们在挤压的时候呢 这个不能 咔咔 这么死尽 那冲力太大了 这容易对鼻黏膜 有一个损伤 而且就是我们 这个鼻腔的后端 有一个孔 跟那个耳朵 是相通的 叫咽咕管 当你这个冲力过大的时候 这个水有可能 通过这个咽咕管呢 进到耳朵里 形成这分泌中耳炎 或者是急性的中耳炎 这引起其他并发症了 所以我们告诉患者低头 冲的时候呢 不要往口腔的方向冲 让它往上方 它一个循环下来 再从口腔过去 所以我们一般是低头 一下一下轻柔地冲 那么说明书上说 要从这个鼻子进 那个鼻子除 这是最标准的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有的人非常追求完美 告诉我 大夫我改家试老长时间 这个鼻子进 那个鼻子除 这个做不到 怎么能做到 我说不用做到 你只要这个鼻子进去 从鼻子除 还从嘴除 这都可以 它都起到了 这个冲洗的作用 江老师 我们互动群有朋友说 他可能买不到 这种专业的洗鼻眼 那他用一些实用盐 自己调配一下行吗 这个我们不建议 实用盐 它除了盐的成分以外 它还有点呢 或者其他的一些杂质 对鼻黏膜 实际上是有一定损伤的 另外一点呢 自己调配这个浓度 控制不好 高了或低了 实际上都不合适 如果这个洗鼻眼 买不到了 它有一个非常简单替代的 就是生理盐水 0.9%绿花纳 就是药房医院 随处可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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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嗓子 我的嗓子 什么时候去 抱歉 我叫小姐 抱歉 我叫小姐 嗓子好疼 你这个喉咙喊痛 喊刀哥呀 吃一点雪糕 水糕 爸爸嗓子是不是多了 吐龙吞刀子的看过来 将风油精涂在创客贴上 尽量涂满 然后贴在喉咙处 凉凉的喉咙很舒服 这俩方法 我总结出来一个字就是扣凉 你看哈 这个冰块也是凉丝丝的 风油精呢也是凉丝丝的 那咱们说这个凉 它可以缓解嗓子的问题 我们知道眼镜都是红肿热痛 那么发生在眼喉部的眼镜呢 它也是冲血 肿胀 做热感 疼痛 吃凉冻可以造成局部这个环境的热度下降 毛细血管能收缩 这也可能使这个水肿呢 消散一些 另外一个呢 就嗓子都冒烟了疼的 那你吃点凉的呢 他也觉得好瘦 但是呢 凉冻治疗这个方案呢 它只是临时的环节 当你吃完 立马这些症状就又恢复了 另外呢 气到比较敏感的人 吃凉冻呢 可能还刺激他 咳咳咳说 反而加重了其他的症状 所以说这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 就是要因人而异 另外再说这个蜂油精 蜂油精呢 它是把这个东西抹在颈部表面 局部就觉得 哎呀 凉丝丝的 像冒凉粉似的 降低这种佐热感了 实际上对咽喉部里边的这些症状呢 它没有什么磁子的缓解作用 微信互动群呢 有朋友问 说这个刚才说鼻子的时候 咱们可以用这个盐水洗鼻子嘛 盐水可以消水肿 帮助这个鼻黏膜消肿 那这回嗓子肿了 这小盐水还能拍成用场不 嗯 也可以 有一定道理 叫做它跟这个鼻腔冲洗 用这个盐水的性质呢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它主要是通过冲洗 咽部呢 一个呢 它可以减轻一些水肿 另外呢 它也可以把咽部表面的一些物质呢 通过这个漱口带到口墙外 咱们说感冒谁都有 我嗓子也都有 但是为什么新冠病毒 对于这个嗓子 大家都觉得 好像这个疼痛plus了 实际上我觉得 新冠病毒也是一种感冒 它呢 就在咽部的黏膜呢 形成了一种白戒树的增多 造成了血管通透性增加 使这细胞内的成分和组织液呢 渗透到细胞外 造成局部组织的肿胀 那么这时候嗓子就肿了 另外呢 新冠病毒呢 它可以刺激炎症介质的释放 刺激神经末梢 也使疼痛加剧 实际上无论是新冠病毒 还是流感病毒 它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至于独立的强弱 每个人不一样 最近好多朋友还发现呢 有一个看似挺基础的 大伙应该都会了技能 自个儿呢却不会 那就是咳痰 大佬我嗓子里有痰 你嗓子里有痰 咳不出来吧 我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再来学一下好不好 大家看我这个姿势啊 慢慢地趴下 屁股翘起来 深吸一口气 这个姿势呢 有助于痰的排除 来 跪坐 跪坐 像不这样 跪坐 来 一二三 好 帮有吸口气 感觉弹出来吗 没弹出来 排弹操老火了 然后就是慢慢趴下 然后屁股太高 撅下来 然后就说有这个 就握着 然后就说就有这个 帮助排弹的一个效果 它这个实际上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你看我们都有一种说法 叫人往高处走 水往低处流 弹业呢 实际上它只不过是粘稠的水 就勾完签了 当你这个角度下呢 它是有重力的作用呢 可以从肺部呢 往下流 它为什么有的人觉得 绝半天也没出来呢 因为它除了水 因为它除了水以外 它也粘 还有就是我们的管枪呢 也不是那么宽敞 所以它往下流的就飞劲 慢慢来呗 对 有的是站住了 它就不好往下流了 但是它这个动作来 从理论来说它是对的 要说这个弹 真是 谁看谁不顺眼 谁也不喜欢自己有弹 对吧 吐出来别人烦 咽下去自己烦 其实这个弹呢 事实上跟这个鼻涕 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们说鼻涕 就是我们呼吸道的 第一个防御 我们漆气的时候 从鼻腔进 那么你这最大的一些 颗粒物质 怎么排出体外呀 它是通过鼻腔黏膜 分泌这个液体 把这个物质包裹 然后排出体外 那么还有一些小的物质 通过了鼻腔 进到下面了 那它怎么往外排呢 那我们气管 和这个肺部这个表面 也有一层黏膜 这个黏膜呢 它也可以分泌一些液体 像润滑油一样 也像鼻涕一样 对于一些 寄来的病菌 小的颗粒 它也可以把它包裹 然后帮助排出体外 所以它其实上 对于我们机体来说 健康的时候 它是一种正常的 这种防御的措施 那它为啥后来就变成 谁丑了都不顺眼的痰的呢 当你感冒了 有细菌和病毒的感染之后呢 那么你就会分泌 大量的液体包裹这个东西 体型可能是不断地脏大了 另外一个呢 你这个炎症的分泌 造成液体呢 就粘稠了 那么你这个痰也粘了 所以它往外排飞劲了 有个机制 跟刚才说的鼻子有点像 对 实际上就是差不多一致的 我们正常说嘛 就是同一期到不同疾病 你看有些人 为什么痰就咳出来了 有些人就是干咳咳不出来 整个自己好像都不会了 是因为它在下呼吸 到更深的地方吗 这有几种情况 一种呢 是因为痰太粘了 它咳的时候费劲 或者在肺下段往上咳 你看走的路长了 它不像在咽部 一下咳出来了 它这个就费劲 另外一种你看小孩 我们说小孩它不会咳痰 你怎么告诉 咳咳咳 它也不会 还有一种呢 像老年人 长期卧床的病人 这样呢 它这体质比较弱 这咳做反射也弱 所以它痰也咳不出来 不少人试了 试完之后说 那我绝错了 他们是怎么绝出来的呢 我怎么排不出来呢 这个一个就是你腹卧位呢 确实需要有一定的时间 它肯定不能说 你趴几分钟 它就排出来了 怎么我觉得也得半个小时以上 它也根据个体差异不同 那么你这个痰也不是那么黏的时候 你可能趴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感觉像气管中有东西了 就刺激你咳嗽反射 就开始咳嗽 那你就排出来了 但有的人呢 比较黏 痰也在深部 它往外留着就飞劲 或者是粘在这气管壁上了 那你就排不出来 还有一个小方法 可以别人帮助啊 扣背 你在俯卧位的别人 从下往上空心扣背 通过你的震动 粘在气管上的痰也 就可以震下来 我们一般呢 这样的一个空心手势 然后拍呢 是从飞下往上 一般的这样 这也得有一定力度啊 你要没有力度 也拍不下来 但你要太狠了呢 它也疼 空心的感觉 你一个声 它就是这样 怎么也得这个力度 顺着这个走 顺着这个走 就这个意思 它就这个 可以拍几遍 然后它这个弹 就会往前 它就会刺激 它就咳说 健康一身轻 夏节更精彩 两只脚 脚性呢 一到秋冬啊 它就裂 我考虑有两种可能 每年都在10月 11月份左右 会起一次蟋蟋 我说一下 慢性蟋蟋蟋的一个定义 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我老伴啊 我老伴啊 今年呢 74岁 两只脚脚脚呢 一到秋冬啊 它就裂 症状上的 能有两年多了 我就想问问呢 这脚脚脚脚 老裂是什么原因 根据您所描述的情况呢 我考虑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 真菌感染 引起了足血 第二种可能就是 均裂性湿疹 它们两者之间鉴别呢 可以通过实验室的检查 就是通过真菌的静检 来进行鉴别 如果您年龄比较大 不方便来 那么目前我看的 还是考虑均裂性湿疹的 可能比较大 因为它属于那种 对称性的对吧 然后那个会有裂口 那么这样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涂抹一些 强效的糖皮的激素药膏 比如说卢米松软 比如说腹方饼酸 滤胃它所软高 那么涂完之后呢 再拿保鲜膜 包它个20分钟左右 起到一定的这种 促进药物渗透的 这种风包的治疗 达到相应的一个治疗方式 那如果效果不好 那还是让医院来进行 相应一个检查比较好 我今年43岁 最近这3年呢 每年都在10月 11月份的左右 会起一次蟋蚂疹 特别一样 大部分的疯狂 然后前两年嘛 起的时候 我会吃一些腹方 肝草酸肝和开瑞糖 每次吃一个月左右 今年的症状是最厉害的 打了一周的滴流 然后又口服的CT例行 然后记口了一个多月才好 我就想咨询一下大夫 为什么会这么爱过敏 而且每年都是 这个季节会犯病 我还想问问就是我 这个是变成了慢性的蟋蚂疹吗 还是说每次的 起的都没有关系 就是每次新起的 有什么办法能根治吗 第一个问题就是 您觉得您为什么 每次都会起蟋蚂疹 是不是过敏来的 那么蟋蚂疹的病因 有好多好多 包括遗传 包括过敏 还包括内科疾病 精神疾病 日光照射 包括感染 感染包括肌生虫的感染 或者是包括细菌 真菌等等感染 那么这个时候 我建议您可以 做一个优门 落箱杆菌的一个测定 看看是不是 为里面的优门 落箱杆菌超标 有的患者 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除此之外 跟甲状腺功能 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建议您上那份密课 再看看甲状腺 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把所有的问题 都排除了 仍然还是容易发 那这个东西 就是病因 不是很好找了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 就是是不是慢性群马诊 我说一下 慢性群马诊的一个定义 就是如果您发病 超过了六周 每天都会发作 或者是偶尔会发作 那么就是慢性群马诊 您可以自己对号入座 来进行一个界定 您的这些治疗方案 我刚才看了一眼 大概是可以的 您打这个点滴是什么 这个方案干少生干 可以用 但是这个根治 谁也保证不了 那么目前最新的 这个群马诊的 诊疗指南中提到 如果您用抗素案 药物效果不理想 那么您可以选择 生物之际 奥马诸单抗的一个治疗 如果您要是有这个愿望 可以上医院来进行详细的资讯 怎么能参与到 我们的健康专家号 途径可不少 加入到粉丝群互动 关注微信公众号 或者抖音号 您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 就有机会和我们的健康专家 一对一的现场连线了 齐皇小锦囊 为您的健康养生来帮忙 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 辽宁中医药大学 伤寒论教案室主任 王树鹏医生 欢迎王老师 大家好 您听 好像有一只蝉在叫 这个季节还有蝉了 你耳鸣了吧 我不管你说 的确是耳鸣 这可不是我瞎说的 这是我们微信群朋友 他的真实感受 总是觉得耳边有蝉 在这儿在这儿叫 就说是影响自己生活起居 行走坐卧 现在都没有劲 别着急 看了我的锦囊 你就知道了 这我太熟了 六位帝皇晚 专门管肾阴许 耳朵里头老感觉 有只蝉的朋友 那他是肾阴许闹的吗 没错 肾阴许容易造成虚火上炎 引起那耳鸣 肾阴许还会伴有 腰细酸软 五心繁热等等症状 因为肾阴不足 阴虚就会出现火旺 所以他出现了 这一系列的表现 咱们以往提到 肾阴许的症状 都是腰气酸软 五心繁热 耳朵里相 就蝉似的 这个属于肾阴许的 典型的症状吗 肾阴许耳鸣 如蝉的人特别多 他是那种高音的 明代一景岳全书 早就指出 肾气聪如 则耳目聪明 若多劳伤血气 惊脱肾背 避致龙愧 人于中年之后 多耳鸣如蝉 使阴衰肾亏 这个时候就可以用点 六味地皇丸 六味地皇丸里边 山药 山鱼肉 熟地 单皮 芙苓 择蟹 六味药 它能够起到滋阴补肾 使虚火下行 使耳鸣的症状 得到有效的治疗 腰细酸软的问题 也能得到缓解 我直接买成药行不行 当然可以 先吃一周 病情缓解了 就可以了 如果您没记下来 也不要紧 微信扫码观众健康医学卿的公众号 当天在推送里 就会收到我们节目的文字版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明天的精彩 请您先赌为快 超量吃了止疼片 主要是减少止疼物质 吃出了肾衰竭 会导致肾脏血管的一个缺取 可能会导致肾脏的坏死 急性的肾衰这种的 是不是还是可腻的 感冒药 稳搭着吃 是可以造成肝衰竭的 38度 这一次疫情里边 大家对这个数字特别敏感 对于成年人来说 我们建议